我希望對於政府不滿意的地方 不要宣洩在警隊身上 警隊的同事都只是盡忠職守 去維持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我看到一個貼文說 校園欺凌警察子女文化可以令警察子女跪變 也有說建立校園欺凌警察子女文化 同學們就要在學校對抗警察子女 給有子女的警察傳遞 信息禍必及妻儀 將仇下得到新章 我覺得這些是對每一個人都沒有好處的 一種宣洩仇恨的做法 超過四百多位警務人員 他們的個人資料也涉及 差不多一百位警務人員的親友 他們的資料也被公開 在這方面我希望大家再次明白 警隊所做的任何工作 都是為了整體香港的治安秩序和安全而做 去製造一個社會的對立 特別是針對警隊 對於打擊將來我們要面對的刑事罪行 或者確保香港的治安維持在這個水平 我覺得大家應該想想 避免 至少 詞